这个不得了 现在其实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孩子非常多 他们在各行各业就业 还有一些从事了艺术工作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其中的一位 他现在在担任舞蹈老师 我们请他上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不好 来 邀请 感谢观看 可爱的小姑娘跟大家认识一下好吗 来 介绍一下 我叫周毛索 来自青海 毛毛 对 毛毛 毛毛是什么时候到这个学校的 是在07年 07年 对 他来的时候就是特别爱说话 所以刚才在演播室还跟他开玩笑 我说有机会把你刚来的照片送给你 比一比 他说千万不要不要 有没有 没带 没有 没关系 我们后期给他补不到 太怪了 我奇怪 怎么会让毛毛开始去学跳舞的呢 因为他来学校以后 一开始是特别自闭的一个小孩 甚至有时候你刻意地去逗他玩啊 或者是给他送的好吃的 他从来就感觉到是没有笑容 突然间有一天我看见他一个人在这个寝室里 就是一边跳舞一边在那乐 哎 我说平时不笑他跳舞笑得这么惨了 他为什么不能让他去跳舞呢 所以当时心里就有一种感动 就是为了看孩子的笑脸 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给他建舞蹈教室 所以当舞蹈教室降成的时候 你就发现 哎 他天天在舞蹈教室里面一边唱一边跳 啊 并且还带着弟弟妹妹跟他一起玩 所以你看这个舞蹈教室 整个改变了他整个的性格 嗯 毛毛你想象过 有人一砖一瓦 为你建个舞蹈教室 你以前想象过吗 这肯定没有 对 那个时候在里面唱歌跳舞开心吗 我觉得一个陌生人 既不是我父亲又不是我家人的人 肯为我做这些事情 我说实话我心里 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 那个学校破烂的 就是外边下大雨 屋里下小雨 到那种程度 你从那个破破烂烂的学校里走来 然后你有自信去面对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心里自信吗 自信 我问一下 石校长 那个学校破烂了 在孩子的心中 永远是不是破烂的 其中有这样一件事 特别令我感动 我们有个孩子叫马真的 当学校 哥 说不过 我们已经在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上 我一直没有人 其实不让人 说你这件事 就是那种 我们赢了 我们是吧 对 脑子 看到 我们现在 一轮 最后 是 我 我们在 这 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